越南籍市連移工阿龐 原本是在台南工作 为了赚更多钱躲茶器 她从台南逃到台东的深江园来工作 日前被台东的专情对茶器盗案 发现另外一名越籍女子 以监护工身份到江园工作 巡后依违反就业服务法移送法办 也将非法雇主及仲介 寒送台东县府财阀 深江园里员工卖力的在园区内喷洒农药 在台东专情对上前表明身份之后 违法打工的身份就此曝光 据了解失联男移工阿龐 去年原在台南某工厂担任技术工 得知有人在外工作每天可领1200到1500 比工厂的月薪还要高 才离开台南工厂四处打工赚钱 至今已快过一年 也以为跑到台东比较偏远的深江园打工 不会被发现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台东专情队找到 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 台东县专情队日前接获宪保 有疑似失联移工在江园从事非法工作 经多日埋伏收证 趁移工喷洒农药之际 一举查获两名越南籍移工 在江园非法工作 依违反就业服务法移送法办 并将非法部组织非法仲介 含送台东县政府采访 专情队表示 将会持续查弃非法外来的人员 也呼吁民众切勿聘雇非法的人力 避免吃上行则 记得潘俊伟台中市报导